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琪琪 今天的影片一开始 先跟大家看一个 真的不明所以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精神上面 是不是真的是有什么病 就是他为什么要cosplay成这个八路君 然后呢在大马路上挥舞着五星红旗 然后匹刹呢 是真的不明所以 就是我知道他是想要去表达爱国爱党的 但是这样做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怎么就爱国爱党了 我流量我不知道他流量有没有得到 但是小粉红肯定都不能买账他这个操作 我感觉他简直就是在暗示 是八路君都是精神病并且会批刹 这两天中国一个挺出名的 就是经常做连麦直播的一个up主 他在直播的时候被连线观众给狠狠坑了一下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 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 这种人是不是疯了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 有人找他 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 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 我的天哪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这种人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在这个连麦直播的时候呢 因为是实时同步直播没有延迟的 那这个观众他这样发言之后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一个机会 那护城峰的这个B站账号呢很快就被封禁了 到了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 就是发现他本人的账号已经不只是封禁那么简单了 而是已经完全搜不到了 一共呢有33个跟护城峰这三个字关联的账号 但是他的原号已经是消失掉了 那我就猜测说啊可能是改名字了吧 那就我就找到这个护城峰他这个账号唯一的一个ID 9047380 我搜索之后显示这个账号已注销 当然了并不知道是护城峰他本人还是B站官方的一个注销操作 但不管是谁我只能说习近平是真的哈人 这得是怕成什么样子了 就直接把号给注销掉了 这个观众他只说了习是不是独裁者 就谁知道不管是护城峰本人还是B站的AI审核和真人审核 居然都默契的认为这句话里的人指的是习近平 观众当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而另一位世界文明的独裁者也姓习 希特勒就这样子失去了姓名 就是看来他是真的过气了 大家都是习开头的吗 但是风水轮流转对吧 现在都是只闻习近平不知习特勒了 而这个又是封号又是直接消失了这个操作 其实是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他就直接这么认了不说 也是又一次告诉了所有人习近平他确实就是一个独裁者 而且呢就中国从平台到个人的 所有人的一个本能反应是真的会让人发笑的 就是大家总说的一个悖论 在中国你如果要想不碰到中共的一个红线 你就得知道中共全部的红线 跟中共想要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这次护尘锋他当然是比较无辜了 就完全是被牵连了 小粉红还想这个灭掉什么国内的博主之类的 好像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那这种其实跟文字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什么都没有做也可以让你犯罪 这个脏水确实是有点太好泼了 这个真的是在中国现在啊是最好使的招 你如果想让谁从网络上 甚至你想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话 其实这一下就行了 那这位他跟护尘锋连线的兄弟呢 他实力演绎了一句话 让十几万粉丝的up主直接消失 这件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习近平是彻底的打出名声来了 我是说恶名 想想十几年前的时候 习近平跟在胡锦涛的后面 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透明 现在呢总算是站在了世界舞台的正中间 万众瞩目 骂名也是名嘛 说到这儿其实就更能理解 他为什么天天想着法子要搞事了 他就是为了让这个聚光灯 能够一直照在自己身上 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上次那个被全网疯狂讨论的 拒绝承载日本人的网约车司机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位大兄弟他已经自己丢脸丢了一大圈 但是他也确实获得了非常夸张的一个流量 还有大量小粉红的一个支持 就像是那个说日本经济马上要崩溃 然后就要沦为这个三流国家的那个视频 不就获得了上百万的点赞吗 当然了 其实这完全是活在想象中的世界的人 才能说出来的话 那同意这个人的那些小粉红 自然就也是活在自己梦里的人 那朋友们都在这个现实世界嘛 可能会很不理解这种行为 但是这些活在梦里的他在中国实在是人数众多 那为了获取这些人的眼光 就只好是发布这样的内容了 那一个恶性循环就又形成了 抵制日本人唱衰日本的视频有流量 所以呢就更多的人来发这种视频 而这种视频呢充斥在平台上面 就会有越多的人被影响 然后加入到这个阵营中 就是抵抗日本反日本的这个阵营中 也就意味着呢这种视频会更有流量 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一个无限的循环 那之前那个讽刺日本的电台主持人 获取了巨大关注 这次不上赶着就又来一个嘛 那其实就是陷入到这种循环中去了 而估计呢这个网约车司机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最近居然遇到了自己的一个支持者 当然了看起来应该主要 还是为了吃这份流量 那个不拉日本人的网约车司机 我支持你 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如果说我碰到了日本人 我也不拉他 即使平台扣我分罚我款 我交我就是不拉他 最后还要拉娃哈哈出来啊 怎么说呢要素齐全了 成分拉满 我并不知道这个原账号 它的一个数据情况 但是估计应该是不差的 因为这类视频 中国的平台都不压的 是很容易就推出去的 其实根本就是在诸咒为虐嘛 中国的平台啊 真的很有意思 不知道朋友们了不了解 在几年前的时候 中国网络上最火的表情包 是金三胖的 还有这个称呼 就是那段时间简直了 就到处都是金三胖的表情包 然后这个称号也是在当时流行起来的 就金三胖 谁知道啊没有多久 朝鲜居然就因为这个问题就发出了严厉警告 你说这个朝鲜这个国家吧 人民连网都上不了 也不能说网上不了吧 就是少部分的人可以上 完全是朝鲜控制的 有限的内部网 你说在怕什么呢 但是呢就因为朝鲜这个不开心 那中国全网 金三胖的表情包自此绝迹 而且这个称呼也不让说了 真的就是一下就全都没了 瞬间全都没了 那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 其实我再在中国的平台上看到 特朗普或者拜登的表情包满天飞的时候 其实都觉得特别的讽刺 现在呢就不只是中国人被中共驯化了 就连中国的平台 中国的公司其实都被中共驯化了 每天都活在自我审查里 不可自拔 不知道朋友们其实有没有比较过中国的平台 他们审核其实是有很大的偏差的 除了像习近平是独裁者 中共是土匪八九六四 这类就是哪都不能发不能说的这个绝对禁词之外 很多内容的标准其实都非常的不同 有些视频呢或者内容 这个平台可以发 但是另一个就不行 那有些视频另一个可以发了 这个平台又不行了 所以说除了那些人人都心知肚明 绝对不能说的之外 其他的其实根本就把握不住到底能不能说 有很多呢中国人以为是禁词的 因为他发出去就会被平台封或者是禁掉 但实际上后来才发现 中国的官媒中国政府自己可能会说 证明其实这些是并不需要被禁的 但是平台搞不懂啊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直在揣摩上意 这个揣摩二字是真是贯穿了整个中国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 中国人呢什么话都不好好说 特别是领导 就全靠猜全靠揣摩 你说中共难道会跟下面的平台也好 什么人也好说 这一次都给我禁掉啊 那些话都不准说了 就肯定不会嘛 但是如果说被发现了 你这个平台上面有 那平台就要被连带有责任的 那平台就没有办法 只好就是揣摩 只好自我审查 只好自我阉割的 就是有一点点小苗头的 觉得可能是的 全部都得禁掉 就是怀疑的全禁掉 因为前两年微博不就因为触眉头就被喝茶了吗 因为热搜的那个词条的不妥 然后还被停了几天都没有热搜了 中国的公司呢 其实现在跟中国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就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说错了 就做错了 就被铁拳锤了 全部都是不确定性 就是随时小心翼翼的都还有可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其实这就会极大的放大这个人的一个恐惧 自己对自己的审查很容易就会走入疑神疑鬼的那种程度 这其实比中共直接强制管理效果是要好得多的多 比如我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位吐槽他自己的朋友跟他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聊天 说一句撤回一句说一句撤回一句 我觉得如果让中共自己去强迫 做人来就是不准说话或者怎么样 估计都想不到让人去这样去做吧 当然了这个让人产生无限恐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治理方法 其实一直是被中国的皇帝对自己大臣使用的 军心难测 是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做皇帝的必修课程吗 必须得会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啊 中共有一天居然把这个皇帝的御下之术御下手段 发扬光大到了这种地步 就走出了朝堂 不再是朝堂之上的一个权术了 而是全国人民都被笼罩在内了 而中国人现在已经无助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其实这个大妈说的是很对 真的不是六块钱的事情 就是你这么做就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那因为这一件小事情 就是说要向天庭告状 其实我真的很担心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状态 虽然大概率他们不明白现在该怎么办 或者是怎么一回事 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难 为什么会有装装见见这种 倒霉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他们精神上的压抑和生活上的苦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就自然是会被压垮的 人能忍得了人能忍得了一件事情 但是两件三件四件呢 其实就像压着落头的稻草 就是一根一根这样子叠加上去 总有忍不了的那一天 所以就只好发疯 这个是维权的一个现场啊 就是要去找那个政府要说法的时候 那中国人到现在为止 依然在跪着甚至爬着 去求伤害自己的人来拯救自己 还是那句话 躺下何人状高本官 在哪里 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